我们把不存在不实在的东西误认为真实 所以我们过的痛苦就是这么简单 你误认为那个像一直存在 你误认为那个像是不知道是空性的东西 你误认为那个像缘起的东西 不知道是生命是缘起的假象 误认为那个值得你这样留恋 值得你这样追求 值得你这样挂碍 所以你的内心里面情绪就从来没有平静过 从来没有平静过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辛辛苦苦的来学佛 就是要找到生命的真相真正的幸福 要不然师父你看我这个头脑也是很好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头脑也是很好啊 对不对 要学问有学问啊 要人才有人才啊 要口才有口才啊 要面相有像面才啊 要阴身有阴身才啊 我们这个在世俗来讲的话 是属人尾书丁啊 书丁拍画面啊 也可以干一番大企业了 对不对 那我师父为什么要放下 答案很简单 因为那个没有幸福快乐可说 我要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要找到真正的快乐 我觉得快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也对得起自己的责任 我这辈子活得最安慰的就是说 我希望把正法传开来 我希望我没有对不起自己的灵性 也没有对不起诸佛菩萨 我们要做佛的真地子 不要做佛的败家子 这一代的正法断灭在我们这一代 那个我们疑心何能 对不起释迦摩尼佛 所以我今天讲经说法 就是发佛理心 报佛恩 这个就是师父坚持的理念 坚持的理念